好 那麼張三聖登記參選 而且這個桃園的四個立委都陪著他 議長也陪著他去 現在看起來桃園整合得還不錯 而且他一面登記 同時控告鄭文燦他們等四個人加重毀謗 說要以送止報 那鄭明鵬說 我有錯本 不怕你告 鄭文燦說事情不會洗白 所以你要誠實以對 張三聖就罵鄭明鵬 因為鄭明鵬批他假盜學 張三聖說不知道你是笨還是壞 為什麼說我是假盜學 我沒有假 我真盜學 我沒有假盜學 我就是這樣子 那另外張三聖接受訪問的時候說 知道接下來可能有三件事 會被拿出來檢視 第一件說他草土地 因為他跟韓國瑜搭配選總統的時候 搭檔的時候就被人家拿出來 因為他在花蓮有一塊地種田 那是草土地 後來媒體說那是山坡地 反正也不可能賣 所以才不提了 可能會這次捐土重來 再提 第二說他在花蓮主持 2006年花蓮強政的時候 有很多捐款 對手可能會說他這個捐款黑箱 不把錢搞哪裡去的 第三個說他有小三 說他有小三 他說他太太知道外界在傳他有小三 有飛聞 他說太太氣死了 太太很生氣 說太太要衝出來替他丈夫辯白說他哪有 他只有我 說張善政的說又氣又急又好笑 趕快阻止他 不不不你不要出來 你不要出來 你不要出來 我來應付就好 你不要出來 這個講得好嗎 這講得很不好 我不管 他澄清了什麼事情 不管啦 等等講完 我們家還沒講完 張善政回應說 太太氣死了 標題 媒體標題說 太太氣死了 那鄭寶欽會被開除黨籍 他說預料之中 而且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很多前輩都早就被開除了 對不對 所以開除有什麼關係 關心呢 搞不好是一種光榮啊 鄭文燦再強調 桃園隊三打一還是會贏 你們三個打我們一個 鄭雲鵬還是會贏 我才講得 鄭文燦還是會贏 才能把他搞成候選人 不是他會贏 說是 不過其實鄭雲鵬贏 就等於他贏了 意思是這樣 那民這個 聯合報的設斷說 民進黨不惜把農委會 跟宏基都拖下水 就要救這個鄭雲鵬 為什麼幫鄭雲鵬服選 因為農委會那個時候 是陳水扁當總統 農委會主委 那個時候是誰 蘇家全 是蔡英文的愛將 你也把他們 那他們當時都不查 對不對 然後宏基 宏基的老闆是誰 施政榮 施政榮是誰 是陳水扁的國政顧問團 沒錯 陳水扁就生怕人家說 民進黨不會執政 沒有能力 沒有人才 所以找了李什麼 李遠哲之間 是這種做國政顧問團 表示我們是支持 我們是他後面有學者 有專家支持他 那現在為了這個事情 把他們都要拖下水 各位 燕秀 民進黨到底還是不是 我們當時所 早期創黨的那些民進黨 包括我們在現場沈大佬 我想民進黨過去的核心價值 什麼情政愛民愛鄉土 情政清廉愛鄉土 那些創黨的價值早就不見了 只要跟他稍微不合理念不合 或者是意見不合 就先抹紅或抹黑 這就是民進黨長期在這六七年完全持政之後 為什麼很多人包括呂秀蓮沈大佬 其實大家一個一個都離開民進黨 這兩天我們看到這個要參選的 這個鄭先生桃園 他講這些話其實並沒有說錯 鄭保青他並沒有說錯 理念價值不合之後 就開始做清算鬥爭 那我們看到從這個民進黨 提名的過程當中 一般大家在觀察說 民進黨到底蔡英文 在第二任其中選舉 會不會提早掰咖 那中間我們也看到很多媒體報導 那背後其實有很多派系的陰謀在裡面 包括鄭文燦如果這一次 沒有讓這個 這個在桃園這一站選好 恐怕到時候行政院長會不會是他 或者是蔡英文在最後的一年多的時間 會不會提早跛腳 德州說不定 那背後還有賴清德的影子在裡面 包括賴清德後面成立一個相關的協會 桃園的農天水利會的會長 其實都還是支持鄭保青 那這個背後實在牽扯太多的 民進黨的派系鬥爭在裡頭 但是回過頭來講我覺得更重要就是說 國人在看這場選舉 大家還是在看到底 這些政治人物道德標準在哪 你可以做錯 你可以論文用抄襲 但是你怎麼樣去處理這整件事情 我們今天在講蔡世映 他到底有沒有抄襲 他就誠實面對這些事情 不管超多超少 那你要好好去面對學輪會 你這件事情你牽涉到後面 你怎麼樣去治理這個城市 人民可不可以相信你 人民願不願意跟隨你 不管是各政黨政治人物 碰到論文這些事情 或碰到在後續 不管是在你感情事件抹黑 在你有沒有潮土地這些問題 你有沒有去誠實面對這些問題 或中間有哪些委屈的過程 你勢必是要交代清楚 那我覺得從民進黨這一次的選舉 包括提名的過程 包括現在在抹黑鎮保性這件事情 我們就看到民進黨蔡英文時代的問題 請支持TV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